舔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中华民国人民经护理人员考试及格,并依本法领有护理人员证书者,得冲护理人员 前项考试得以检核行之,其检核办法,由考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 第二条,本法所称护理人员,指护理师及护士 第三条,经护理人员考试及格者,得请领护理人员证书 第四条,请领护理人员证书,应据申请书及资格证明文件,送请中央主管机关审核后发给之 第五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卫生福利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冲护理人员,其以冲护理人员者,撤销或废止其护理人员证书 一,承犯肃清烟毒条例或麻醉药品管理条例之罪,经判刑确定 二,承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判刑确定 三,依本法受费纸护理人员证书处分 第七条,非领有护理师或护士证书者,不得使用护理师或护士名称 非领有专科护理师证书者,不得使用专科护理师名称 第七之一条,护理师经完成专科护理师训练,并经中央主管机关针审核格者,得请领专科护理师证书 前向专科护理师之真审,中央主管机关得为托个相关专科护理学会办理初审工作 领有护理师证书并完成相关专科护理师训练者,均得参加个该专科护理师之真审 专科护理师之分科及真审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章,职业 第八条,护理人员应向职业所在地之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职业登记,领有职业执照,使得职业 护理人员职业,应每六年接受一定时数继续教育,使得办理职业执照更新 第一项申请职业登记之资格,条件,应减负文件,职业执照发给,换发,不发,更新与前项继续教育之课程内容,积分,实施方式,完成继续教育之认定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发给职业执照,以领者,撤销或废纸之 一,经费纸护理人员证书 二,经费纸护理人员职业执照未满一年 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状况为常,经主管机关认定不能执行业务 前项第三款原因消失后,仍得一本法规定申请职业执照 主管机关依第一项第三款规定为认定时,应为请相关专科医师鉴定 第十条,护理人员非加入所在地护理人员工会,不得职业 护理人员工会不得拒绝具有会员资格者入会 第十一条,护理人员停业或歇业时,应自四十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报请原发职业执照机关被查 前项停业之期间,以一年为限,于一年者,应办理歇业 护理人员便跟职业出所或副业者,准用关于职业之规定 护理人员死亡者,由原发职业执照机关注销其职业执照 第十二条,护理人员职业,应在所在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之医疗机构 护理机构或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机构为之 但急救,职业机构兼职支援或经事先报准者,不在此线 第十三条,护理人员职业,其登记职业之出所,以一处为限 第三章,护理机构之设置及管理 第十四条,未减扫医疗资源浪费,因应连续性医疗照护之需求,并发挥护理人员之职业功能,得赦致护理机构 第十五条,护理机构之服务对象如左 一,罹患慢性病需长期护理之病人 二,出院后需继续护理之病人 三,产后需护理之产妇及婴幼儿 第十六条,护理机构之设置或扩充,应先经主管机关许可,其申请人之资格,审查程序与基准,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护理机构之分类及设置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七条,护理机构之开业,应依左列规定,向所在地之辖市或县,使,主管机关申请核准登记,发给开业执照 一,公立护理机构 由其代表人为申请人 二,财团法人护理机构 由该法人为申请人 三,私立护理机构 由个人设置者,以资深护理人员为申请人,由其他法人依有关法律规定附设者,以该法人为申请人 第十八条,护理机构名称之使用或变更,应以主管机关核准者为限 非护理机构不得使用护理机构或类似护理机构之名称 第十八之一条,护理机构广告,其内容以佐列事项为限 一,护理机构之名称,开业执照字号,地址,电话及交通路线 二,负责护理人员之姓名,性别,学历,经历,护理人员证书及职业执照字号 三,业务项目及职业时间 四,开业,歇业,停业,副业,迁移及其年,月,日 五,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容许施项 非护理机构,不得为护理业务之广告 第十八之二条,护理机构不得使用下列名称 一,在同一职辖市或县,市,区域内,他仍已登记使用之护理机构名称 二,在同一职辖市或县,市,区域内,与被废止开业执照位满一年或受停业处分之护理机构相同或类似之名称 三,亦使人误认其与政府机关,公益团体有关或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之名称 第十九条,护理机构应致负责资深护理人员一人,对其机构护理业务,复督导责任,其资格条件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私立护理机构由前向资深护理人员设置者,以其申请人为负责人 第十九之一条,护理机构负责护理人员因故不能执行业务,应指定何于负责人资搁者代理之 代理期间超过一个月者,应报请原发开业执照机关被查 前向代理期间,最长不得于一年 第二十条,护理机构应与临近医院定定转介关系之契约 前向医院已经主管机关依法评鉴合格者为限 第一项契约终止,解除或内容有变更时,应令定新约,并于契约终止,解除或内容变更之日起15日内,减据新约,向原发开业执照机关报备 第二十一条,护理机构支收费标准,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定之 但公立护理机构支收费标准,由该管主管机关分别核定 护理机构不得为反收费标准,超额收费 第二十二条,护理机构停业,歇业或其登记事项变更时,应于四十发生之日起30日内,报请原发开业执照机关被查 护理机构迁移或副业者,准用关于设立之规定 第二十三条,护理机构应依法令规定或依主管机关之通知,提出报告,并接受主管机关对其人员配置、设备、收费、作业、卫生、安全、记录等之检查及资料搜集 第二十三之一条,中央主管机关应办理护理机构评件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对辖区内护理机构业务,应定期实施督导考核 护理机构对前项评件及督导考核,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一项之评件,督导考核,必要时,得为脱相关机构或团体办理 第二十三之二条,中央主管机关办理护理机构评件,应将各机构评件之结果,有效期间及类别等事项公告之 护理机构于评件合格有效期间内,违反本法或依本法所发布之命令,经主管机关令其限其改善,借其未改善或其违反情结重大者 中央主管机关得条降其评件合格类别或废止其评件合格资格 护理机构评件之标准,包括对象、项目、平等、方式等,与评件结果之撤销,废止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章,业务与责任 第二十四条,护理人员之业务如下 一,健康问题之护理评估 二,预防保健之护理措施 三,护理指导及咨询 四,医疗辅助行为 前项第四款医疗辅助行为应在医师之指示下行之 专科护理师及一第七条之一接受专科护理师训练其兼职护理师,除得执行第一项业务 并得于医师监督下执行医疗业务 前项锁定于医师监督下得执行医疗业务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十五条,护理人员执行业务时,应制作记录 前项记录应由该护理人员执业之机构医医疗法第七十条办理 第二十六条,护理人员执行业务时,遇有病人危急,应立即联络医师 但必要时,得先行给予紧急救护处理 第二十七条,护理人员受有关机关询问时,不得为虚伪之陈诉或报告 第二十八条,除依前条规定外,护理人员或护理机构及其人员对于因业务而知悉或持有他人秘密,非依法,或经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书面同意者,不得泄露 第五章,惩处 第二十九条,护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医者,处心台币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还,其情节重大者,并得废止其开业执照 一,容留畏惧护理人员资搁者擅自执行护理业务 二,从事有伤风化或危害人体健康等不正当业务 三,抄收费用经查属实,而为一线将抄收部分退还 四,受停业处分而不停业 第三十条,护理人员受停业处分仍值行业务者,废止其职业执照,受费纸职业执照处分仍值行业务者,废止其护理人员证书 第三十之一条,护理人员将证照租借与不惧护理人员资搁者使用,废止其护理人员证书,租借与钱素以外之人使用者,储薪台币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还,得并处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业处分或废止其职业执照 前项情形涉及刑事责任者,并应移送该管检查机关依法办理 第三十一条,护理机构受费纸开业执照处分,仍继续开业者,得由中央主管机关调扣其负责护理人员证书二年 第三十一之一条,违反一第十六条第二项锁定设置标准者,应令其限期改善,借其未改善者 储薪台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还,并再令其限期改善,借其仍未改善者,得处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停业处分,停业期满仍未改善者,得废止其设置许可 第三十一之二条,护理机构一第二十三条之一第一项规定接受评鉴,经评鉴不合格者,除为反一第十六条第二项锁定设置标准,依前条规定处罚外,应令其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其属收住室护理机构,储薪台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还,其他护理机构,储薪台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还,并得暗次处罚,情结重大者,得处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停业处分,停业期满仍未改善者,得废止其设置许可 第三十二条,违反第十六条第一项,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项,第十八条之一第一项,第二十条第三项,第二十二条或第二十三条规定者,储薪台币一万五千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还,并得限期令其改善,借其未改善或情结重大者,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业处分或废止其开业执照 第三十三条,违反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十条第一项,第十二条,第十九条之一第一项,第二十三条之一第二项或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规定者,储薪台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还,并令其限期改善,借其未改善者,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业处分 护理人员工会违反第十条第二项规定者,由人民团体主管机关处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还 第三十四条,护理机构受费只开业执照处分者,其负责护理人员于一年内不得申请设置护理机构 第三十五条,护理人员于业务上有违法或不证当行为者,处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业处分,其情节重大者,得废止其职业执照,其涉及刑事责任者,并应移送该管检查机关依法办理 第三十六条,违反第十八条第二项或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者,储薪台币一万五千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还 第三十七条,未取得护理人员资格,执行护理人员业务者,本人及其雇主各处新台币一万五千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还 但在护理人员指导下时席之高级护理职业以上学校之学生或毕业生,不在此线 第三十八条,违反第七条或第十八条之一第二项规定者,储薪台币一万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罚还,并令限期改善,借其未改善者,按次连续处罚 第三十九条,违反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者,储薪台币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还 第四十条,护理人员受废止职业执照之处分时,应自四十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将执照缴销,其受停业之处分者,应将执照送由主管机关将停业理由及其限记载于该执照背面,人交由本人收职,其满后方准复业 第四十一条,本法锁定之罚还,停业,撤销或废止职业执照,开业执照,除本法令有规定外,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处罚之,撤销,废止或吊扣护理人员证书,由中央主管机关处罚之 第四十二条,删除 第六章,工会 第四十三条,护理人员工会分职辖市基线,市,工会,并得涉护理人员工会全国联合会 第四十四条,护理人员工会之区域,一线有之行政区域,在同一区域内,同级之工会以一个为线 但于行政区域条整变跟前已成立者,不在此线 第四十五条,直辖市基线,市,护理人员工会,由该辖区域内护理人员9人以上发起组织之,为满9人者,得加入邻近区域之工会或共同组织之 第四十六条,删除 第四十七条,护理人员工会全国联合会应由三分之一以上支持辖市,县,市,护理人员工会完成组织后,使得发起组织 前向护理人员工会联合会成立后,本法第四十五条支持辖市基线,市,护理人员工会应加入之 第四十八条,各级护理人员工会,由人民团体主管机关主管 但其目的是业,应受主管机关之指导,监督 第四十九条,各级护理人员工会至理事,监市,均于召开会员,会员代表,大会时,由会员,会员代表,选举之,并分别成立理事会,监市会,其名额如下 一,直辖市,县,市,护理人员工会之理事,不得超过二十七人 二,护理人员工会全国联合会之理事,不得超过三十五人 三,各级护理人员工会之理事名额,不得超过全体会员,会员代表,人数两分之一 四,各级护理人员工会之监市名额,不得超过各该工会理事名额三分之一 各级护理人员工会得至后补理事,后补监市,其名额不得超过各该工会理事,监市名额三分之一 理事,监市名额在三人以上者,得分别互选常务理事,常务监市,其名额不得超过理事或监市总额三分之一,并应有理事就常务理事中选举一人为理事长,其不致常务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选之 常务监市在三人以上者,应互选一人为监市会召集人 第五十条,理,监市任其均为三年,连选连任者不得超过两分之一,理事长之连任,以一次违宪 第五十之一条,上级护理人员工会理事,监市之当选,不限于下级护理人员工会选派参加之会员代表 下级护理人员工会选派参加上级护理人员工会之会员代表,不限于该下级护理人员工会之理事,监市 第五十一条,护理人员工会每年召开会员,会员代表,大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大会 护理人员工会会员人数超过三百人时,得一章程之规定,就会员分布状况划定区域,按其会员人数比率选定代表,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行使会员大会之职权 第五十二条,护理人员工会应定立章程,造具会员名册及选任职员简历名册,送请所在地人民团体主管机关立案,并分送中央及所在地主管机关被查 第五十三条,各级护理人员工会之章程,应在名下列事项 一,名称,区域及会所所在地 二,宗族,组织,任务或事业 三,会员之入会及初会 四,会员应纳之会费及缴纳期限 五,会员代表之产生及其任期 六,立事,监视名额,权限,任期及其选任,解任 七,会员,会员代表,大会及理事会,监视会会议之规定 八,会员应遵守之公约 九,经费及会计 十,章程之修改 十一,其他依法令规定应载明或处理会物资必要事项 第五十四条,护理人员工会违反法令或章程者,人民团体主管机关得为下列之处分 一,警告 二,撤销其决议 三,撤免其理事,监视 四,限期整理 前项第一款,第二款处分,亦得由主管机关为之 第五十四之一条,直辖市,县,市,护理人员工会对护理人员工会全国联合会之章程及决议,有遵守义务 第五十五条,护理人员工会之会员有违反法令或章程之行为者,公会得一章程,理事会,监视会或会员,会员代表,大会之决议处分 第五十五之一条,中央或之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依本法合发证书或执照时,得收取证书费或执照费,其费额,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五之二条,本法中华民国九十六年一月九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已立案之护理人员工会全国联合会,因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期四年内,依本法规定完成 第五十五之三条,外国人及华侨得依中华民国法律,应护理人员考试 前项考试及格,领有护理人员证书之外国人与华侨,在中华民国执行护理业务,应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并应遵守中华民国关于护理与医疗之相关法令及护理人员工会章程,其职业之许可及管理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违反前项规定者,除依法处罚外,中央主管机关并得废止其许可 第七章,负责 第五十六条,本法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七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